好 科技业进入寒冬了吗 有不少厂商传出要开始放无薪假 目前至少有1200人受到影响 劳委会主委王如玄今天明确表示 会彻查是否有企业 明明是获利的还要放无薪假 那么同时放无薪假的企业高层CEO 应该先减薪减自己的福利 那么这波人士冻结首开第一枪的殷叶达 因为裁员400多人 遭到劳工局介入调查 在今天也宣布将缩减裁员 应业达宣布大举裁员432人 开启这波科技业人士冻结的第一枪 科技厂员工弥漫恐慌气息 北市劳工局介入调查 目前裁员人数减为371人 暂时保住61个家庭的经济收入 只是除了裁员 目前仍有1200多人正在放无薪假 劳委会硬起来要遏制效应扩张 现在台湾发生的状况是 可能有人趁火打劫 可能还在有获利的情况之下 他要来实施无薪假 我想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 目前整个通报的机制 里面地方政府包上来的 其实是只有三家 到礼拜五的时候 还是只有三家 还是只有三家 那当然他其实会有一点时间差 劳委会大动作要查企业财报 避免由厂商明明赚钱 还故意放无薪假 定委更提出要放无薪假的企业董监事 高层CEO应该先减薪减福利 企业的CEO跟董监事 他们的要减薪或冻结薪资 冻结福利 那一部分你觉得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有道理 所以我们到时候 稳定就会不打算进场去的时候 包括刚刚黄水渊文所提到的 就是说对将来如果公司赚钱的 那怎么样来弥补员工 王如玄当场说很有道理 更同意企业日后获利 相对也该回馈员工 大选前夕 劳委会为无薪假 杠上企业大老板 为小劳工们征服力 就怕无薪假效应发酵 波及越来越大 失了更多白领阶级选票 追选台北纵客报道